清除以后 评估以后可以给予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包括理疗 声光 电磁 这些物理治疗以及传统的中医 推拿 针灸都可以 除了这个恢复的组织的愈合以后 再要进行功能训练 像我们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脚踝扭伤之后 它从这个急性期到慢性期 以及到它最后重返运动 大概是多长时间您建议 这个根据损伤的程度的轻重 轻中重 如果是轻度的这种流伤的话 可以快速的两个星期就可以重返运动 循序渐进的 但是如果是中到重度的 有些需要打石膏固定的 或者打绷带固定的 这个时间要是长一点 需要四到六周 四到六周才能够促进组织愈合 这个损伤的韧带愈合以后 然后再能够慢慢地恢复它的功能 才能重返运动 重度的呢 重度的有一些严重的 要手术重建的 如果是韧带全部断了 这个它长不回去了 自身不能愈合了 需要重建一条韧带 手术重建一条韧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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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